15周年,梅西回忆于巴萨的第一次,兴奋、简章、录像我都保存着,2018年11月16日,是梅西在巴萨一线队首秀15周年的纪念日,2003年11月16日,波尔图聚龙球场,梅西在热身赛第七十五分钟替换纳瓦罗上场,由此开启了他在红蓝军团的传奇生涯,巴萨官方电视台为梅西制作了纪念短片, 他在片中谈到了首秀的感受,那是一个对我职业生涯非常重要的日子,因为我得以实现从小的梦想,那是幸福的一天,梅西说道,看到自己在首秀中替补登场的录像,梅西坦言当时的感受很开心,也有一点紧张,毕竟能够在那里参加这种比赛对我意义重大,但上场后,我就只管好好享受那一刻, 我记得我有一次面对门将的绝佳机会,但我没把握住,梅西笑道,比赛结束后李杰卡尔格跟我说我错过了机会,巴萨官方Twitter放出了13年前,梅西上演出子后的采访,周四比赛三天前晚上,我爸跟我说,球队要带我去布尔图, Joseph Colmer前巴萨足球总监通知他说,我可能会去,但还没定下来,一切都很美妙,当时队里有许多经验丰富的球员,比如恩里克,哈维,马克思,和他们一起踢球很棒,我上场后争取做到最好,试图打进一球,第一个机会,我没看到太多空间,我应该设门的,第二次我控球太久了,场地很糟糕,我踢得磕磕磅磅, 这是当年梅西对自己首秀的遗憾,赵梅莫萨是巴萨电视台的记者,他谈到梅西在首秀的第二天就找到巴萨电视台,查看自己的录像,第二天,他首秀几小时候,他去了巴萨电视台,看他第一场比赛的录像,他自我要求很高,为自己没能进球感到生气,显然他为首秀感到高兴,在屏幕上看到自己在比赛中的形象也很兴奋, 他让我们帮他做了一份那场比赛的讨备,实现成为职业球员,进入一线队的梦想,这是我的幸运,我们所有人都为此努力,我有幸在巴赛罗那做到了,这里是我想待许多年的地方。我很感激,争取享受每一课。 梅西表示 充 center 充一起观察 充亚 充電 充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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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充电